那一面上上的錢 我等著看它是風箏的靈驗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柴瑩 今天請到華信頭顧邱鼎泰邱老師老師好 柴瑩你好 全國同學們大家好 老師世界通訊大會 將在25號舉行了對不對 三天 那這些MWC的概念股 是否能可以成為台股的新聖杯 聖杯都來了 對 那假如說是有機會的 好 那我們要分一下 因為一年當中就有幾個 像到了年中 中間的中 一些電子展等等之類的 全世界最重要當然就是年初 那個叫CES展 在拉斯維加斯 因為它範圍很廣 我上次問過說 彩瑩說你有沒有去過劍湖山 應該有 MW展比劍湖山很大 夠大了吧 CES展比MW展還是 所以你進去一定要導航 你到劍湖山不是進去 他就給你一張導航 導覽圖 很大 那要 但是MW展就縮小了 因為現在手機 對手機通訊這一塊 所以你就不用再弄的很多什麼AI 你看之前那個 電動車 弄的很多 現在就不用 大家就手機通訊 手機通訊 這裡面就代表5G的概念股 能不能應用在手機身上 好 那今天18號 兩天之內的話 三星即將要發表它新的手機 整個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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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會騙人 它趕著在2月25號 2月25到28號剛好三天 他敢在世界通訊大展之前 發表他的5G跟折疊手機 那這樣的手機一直要賣5萬多塊台幣 目前知道大概5萬2千塊左右 那可見 這個到底能不能賣得很好 這個我們不知道 但是5G就勢在必行 沒錯 那還記得我們跟大家講說 中美貿易戰打的是什麼 5G之戰 5G都勢在必行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偉大的川普 只要再撐一下 因為他5G打不過華為 對 所以只好說 我們下令他們政府說 全力專攻AI人工智慧 對 這就很奧妙 往高一層的去進攻 其實5G的話 我們真的要對華為 要給他致敬 都是華為一點不屈不撓 你針對我怎麼罵怎麼打 往正我訂單很多 對不對 中國也很合作 所以華為在中國已經 竄生上第一位的手機了 對不對 蘋果早就被打敗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出頭很多 是不是 你公司如果用 用華為的手機 一個企業裡面 你公司用華為的手機 給你補貼 你用蘋果的手機 被主管看到了 扣錢 扣那隻蘋果多少錢 你把你扣掉 你看這種民粹的 你怎麼跟中國玩 那華為更囂張 他說你老是都說我偷人家東西 技術 你告訴哪一家企業跟我講說 我偷了你哪一項技術的話 你要賠多少都給你 是不是夠囂張了吧 是不是 所以華為 真的就已經奠定了5G的地位了 所以呢 三星要趕快推出 那你不能只推出手機啊 你手機要什麼 要有基地台 對 等等這些都要 那這次的通信大展裡面 焦點在5G跟折疊手機 繞回來還是我們跟大家講 中美貿易戰打的是5G之戰 對 好那我們趕快先看圖形了 因為圖形變成就很重要 這個叫道琼 你看看 你有沒有注意到道琼 一直在創新高 中間那個位置 那就是歷史新高 對 那我要跟大家講 道琼在漲4% 對啊 就要 再創歷史新高了 嗯 我們講這句話來講 你還有 你還有做空的需要嗎 你做多都來不及了 你還有做空的需要嗎 他再漲4%就要創歷史新高 他再漲2% 就又變成由熊市轉牛市 這個大家注意 這個股價跌10%叫做調整區 股價跌20%叫做進入熊市 那一樣你從低漲反彈 彈10%叫做回調區 對 彈20%叫什麼 再度進入牛市 對 所以再漲2%進入牛市 再漲4%創歷史新高 嗯 我搞不好快一點這一兩天就 就創歷史新高了 對 大家有什麼好懷疑的 對啊 你看那美國關門 對美國關門 連續8週漲 對啊 啊美國我們再用個最簡單的 這個美國 美國又是怎麼政府關門沒問題了 對 那川普上個禮拜大家還擔心 他們緊急命令來一大堆 美股照漲服 對 原來只有兩個因素主導美股 一個叫中美貿易 嗯 一個叫聯準會的利率會議 對 其他都不用想了 那我們看下一檔 下一檔 那斯達克也是很強啊 是不是 但今天最強在亞洲股市啊 是大陸股市 日本股市都飆 大陸股市也飆 大陸股市漲2.5% 身運層次漲3.5% 同志朋友 我在講什麼 中美貿易戰打的是5G 在亞洲市場上打的是 看的是什麼 陸股 對 我都講過嘛 這越來越沒有問題 對 消息已經散了 對 你看我們台灣 那個大陸股市 ETF有沒有 飆翻天了 哇塞 2倍的話飆5倍 嗯 2倍哦 2倍的話飆5成 因為他今天漲5% 飆5% 你看我們再來看看下一檔 好 廢人半導體也不弱 美國這段時間廢人半導體 彈最多 所以你可以從廢人半導體 去找好股票 好 那我們回到5G的概念股 來看一下 看一下國際股市 我跟你講mini也一定會有發揮的 現在台北股市還沒什麼動 這個創5年半的 5年的新高 我們再看下一檔 這個叫什麼 思科 聽這名字也知道是科技大廠 通訊大廠 他創16年新高 是不是思科概念股有沒有哪一些 就是大家來找一下 對不對 再來看一下 這個大亞歷史 這個創歷史新高 他做二集體跟MOSFI的 你看用標的方式 是不是 半導體裡面最強的 就是二集體跟MOSFI的 你看大宗今天拉尾盤 對 大家一定要記得 大宗就是指標 你不要以為我沒跟你講 我上個禮拜才跟大家講 雙紅可以買了 今天已經20分鐘交易一盤 照買不誤 然後繼續來 Kiss有沒有 是不是在創歷史新高 是在美國專門做基地台的 專門做基地台的創歷史新高 這樣大家知道意思嗎 5G已經上線了 大家在擔心什麼 我們再來看 你5G好嗎 金電今天第一天 你不覺得很奇怪 老師你怎麼不長長很多的 這個低檔剛上來 你要不要把握一下 已經踩穩了 對 準備了剛好在整理最後了 你現在不買什麼時候買 對不對我們再看下一檔 下一檔 強茂二集體的 今天稍微拉回 最重要拉回是因為市場 很多老師在講他 他從來就稍微亂一點 不過好股票不寂寞 你等他怎麼攻上來 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敦涵就是剛才那個 戴爾迪斯有沒有 戴爾迪斯D-I-O-D-E-S 這個英文字就叫做二集體 這家公司就是這個名字 他的代號叫D-I-O-D-E-S就沒有了 你看戴爾迪斯已經創歷史新高 這是他直接的供應鏈 你覺得會寂寞嗎 不會寂寞 一定他一定會有高點 讓你慢慢的享受他波段的大利潤 我們再來看一下齊鴻 有沒有看到齊鴻今天再創新高 尾盤又一陣急拉了 因為這個我們運途比較早一點 但尾盤又創新高 我有沒有跟大家講 上次講齊鴻說 MWC展之前一定會飄一波 有 那你知道因為他是做三星的供應鏈 三星幫人站三星做散熱的 那如果大家注意看 因為華為也有 小米也有 Nokia也有 三星也要公佈 都有5G手機的 萬一啊 這個採言你猜一下 萬一啊 這個蘋果啊 莫名其妙在通訊大展裡面說 他要出5G手機 基地台 剛好不是Key是不是 往上 基地台都有了 他要做5G手機有什麼難的 對不對 基地台都有了嘛 對不對 萬一蘋果說也要推出5G的話 來我們再把這檔圖表再放大 叫做 西紅鐵標的 因為他是標準的蘋果的供應鏈 他幫三星做散熱導管 標起來了 因為三星要公佈了 對 他幫蘋果做的話 如果蘋果也宣佈他就標起來了 對不對 哦 好股不寂寞 包括雙紅都是很好買點 投資朋友 我最後還是老話語句 不要執著於再做空 因為來到3月份 馬上要股東大會 一年有兩次要做融券回補的話 你何苦呢 股東大會完不到一個多月 又開始融資融券 所謂的除息行情 你又要再過回補 那現在國際股是一路大漲 那你一路空 你是投資派的 有錢好賺 每天都要擔心被軋空 這是不對 對 投資空空 所以我們說 這個做空 現在是口袋空空 才應該跟你講投資空空 對 所以跟著我們的Line 8 選擇好的股票 像大宗 像我們之前跟大家講美食 不是嗎 一直漲了一大都快要飛上天了 天天漲 連生技股都跟你講 以前生技股 我已經將近20年不在元月份 講生技股了 這一次那麼特殊 我元份跟你講生技股 對 所以要把握這一波 叫做高雄韓國語效應 所帶來的業內主力盤 哦 只要更多這個業內主力盤 一定要記得加入老師Line 8 裡面提供更多股市的選股策略 以及最新消息 所以趕快加入老師Line 8 繼續收看我們財經節目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